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羊快餐 以及生脏期短的肉类食品 鸡鸭脖子等等 第三就是各种补品 比如说人参 沙参 花旗参 蜂蜜 冬虫下草 黄芡 以及各种营养液 第四呢 是一些反积极的蔬菜和水果 因为反积极性的蔬菜和水果有可能是通过急速来吹熟的 孩子如果长期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性早熟的表现 今天门诊上遇到一个七岁乳房发育的一个女孩 她妈妈说她最近几个月特别喜欢吃那种卤的鸡翅和羊快餐之类的东西 在几天以前 在她妈妈跟她洗澡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孩子的两个乳房开始发育了 那么在就诊过程当中 我们给孩子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发现了这个孩子 骨鸣已经明显的提前 性急速的水平已经达到了青春期的一个状态 综合检查 承知 地 承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